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,这个视频咱来了解一下诗歌构思技巧中诗段一贯的特点和运用,所谓诗段一贯,一方面指的是诗歌所涉及的人事物比较零散,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,另一方面只看起来这些没有联系的人事物,其中却贯穿了作者始终如一的思想感情。 如欧阳修的《梦中作》其中写道,夜凉吹笛千山月,路暗迷人百种花,奇霸不知人幻世,久兰无奈克思佳,这是一首寄梦之作,首句写秋叶,次句写春晓,三句写奇霸,末尾写了久兰,这一句话一件事儿,世事都是结下来的片段, 其实这正是梦与梦之间的变换迷离,而写这首诗的欧阳修,当时是在影州,他尚未受到朝廷的重用,还是郁闷,那你知道了这个背景,就会发现,作者做着这些片段的梦,反映了他游离于梦境与现实之间,既想要出事为观,又想要退隐的一种矛盾思想。 虽然看起来事段,然而作者矛盾的情绪,却是贯穿始终的,所以后来《诵诗精华录》就称赞这首诗,此诗当真是梦中作,如有神著。 其实诗人写诗,思想感情一定是贯穿始终的,所以面对事段成片的诗,只要能够抓住其中贯穿的情感,一切皆不在话下。 如杜甫的十二月一日三首,其中一首写道,今朝腊月春一冻,云安县前江可连,一生何处宋书宴,百丈谁家上水传,未将美蕊惊愁眼,要去揪花魅远天,明光起草人所现,费病几时朝日边。 这首诗啊,你读起来会觉得头大,因为杜甫东一件事,西一件事,世事皆断,但是,其实杜甫是有构思的,从题目和首莲来分析,杜甫是在岁末期间乘传回乡,而寒连写到了归图中的所见所闻,然后景莲掉过头来写急切的归乡之心,诗人已经等不及云安县的梅花开,也等不及揪花明媚了。 最后,是以苦与费病却能稍作缓解作为结束,这样来分析,整首诗的感情线索就很明显了,那就是杜甫的思归之情。 了解了事断一贯的狗思技巧,对于我们完成高考真题也很有帮助,如2015年高考语文江苏长,选了刘雨夕的一首,秋日提窦园外重的李新居。 那后面有一问,问的是联系全诗,概括作者开言的原因,分支是四份。 那开言自然指的是作者欢心喜悦的情绪,而根据试断一贯的狗思技巧,我们围绕着作者始终贯穿的情绪,欢心喜悦,来找一找截断的镜头。 首连写的是风景悠闲,而寒连景连则是细致描写了优美的风光,新居内部的树木花草,显示出这位窦园外品味还是很不错的。 最后一连是说,认得诗人在此间,诗人说的并不是自己,而是这位窦园外。 刘雨夕应该是认为这位好朋友也是他的志同道合之人。 由此可见,美好的景色,优雅的新居,窦园外高雅的品味,以及两人志同道合,这些阶段的事儿都是贯穿全诗开言的原因了。 那到这里,诗歌构思技巧中试断一贯的内容和运用我就讲完了,下面咱们还是来回顾一下。 试断一贯意味着诗句所写的人事物各为片段,却贯穿了作者始终如一的思想感情。 从诗句之离的片段中,抽取贯穿的思想感情,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人的写作意图。 诗歌那些事儿,带你领略诗歌的世界,下个视频,咱接着聊。